再来看到 加拿大联邦政府计划修改公民法 允许在国外出生的公民二代 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将自动获得公民身份 来看详情 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在周四提出一项法案 目的在于推翻自2009年以来实施的第二代移民截止规则 目前 加拿大的公民法包含对公民身份传承的第一代限制 也就是加拿大公民不能将自己的公民身份传给在加拿大境外出生的孩子 也不能为在加拿大境外出生并收养的孩子直接申请公民身份 一旦法案通过 在国外出生的加拿大人必须在孩子出生或收养前 在加拿大累积居住至少三年 才能让其在海外出生或收养的孩子获得公民身份 由于目前公民法的限制 导致加拿大公民无法直接将公民身份传给境外出生的子女或领养子女 造成了一代又一代的失落的加拿大人 这类人数已超过数十万 目前法案仍有待在议会获得通过 新唐人电视台加拿大记者站报道